他這個人也沒什麼囂張啊 他就是問A答B問B答A啊 反正他說他精神一場 他也沒有什麼嗆啦 沒有啦 那就有了解說當時他五月份來面試的時候 有跟這個面試的主管發聲口罩嗎 沒有 就是一個很怪的人 你看一個很怪的人認不認得出來 你認不認得出來吧 就是一個很怪的人 就像你現在問我 我跟你講 雞腿飯好吃 很怪啊 就怪怪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不錄取嘛 就超怪的這樣子 觀眾我們問一下 早上我們問這個警政署長 說這個昨天的衝撞 是不是有這個黑道來介入或者是政治力介入 但是警政署長在立法院他都不敢說 把話給說死 他說還需要再深入調查 他一定要這樣講 對 但第一線的警察 為什麼會直接說就沒有這個黑道介入呢 這個是不是又有高層的介入 抽得到嗎 可以 就是 就是 其實我是覺得 我都很挺警察 他們辦案也都很辛苦 那他們基層可能是基於一個 他們看到的事實 你了解為什麼 他們看到的事實來做一個回應 可是署長嘛 因為他的 他如果到時候真的後面有人 是不是又要負什麼政治責任 所以他講話比較保守啦 但是 我看看好像 因為警方也不是吃素 他們在調查 會從這個人的整個背景去調查 因為其實我加入黑幫喔 其實背景很好查出來 各位黑幫朋友真的很好查出來 警察真的不是吃素 這個年輕人呢 他就是很單純 他們 我們昨天都有查過啦 就是包含他 我常常也有幫我去查 他有沒有犯過什麼罪啊 他真的就是一個7-11打工 然後真的就是平常也有在練習 你看他一個身材還可以 不是說很壯啊 但是有練過 那他又真的有來應徵 我想 對 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令人嚮往 嚮往到 一腳油門進來 各位可以轉職到陳怡山當健身教練 好不好 這麼好有沒有看到 都飛車了是吧 所以我覺得現在 現在人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耶 壓力太大還是什麼吧 或者說他一直真的很想要 很想要這份工作 但是他覺得被刷掉 他覺得很像看不起他什麼的 對 但是我跟社會長講 真的啦 我也很無奈好不好 我是最無奈的一個 他陪附陪合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我 我總得修門吧 然後會員總得安撫吧 我比較困擾 那他下車的時候是 囂張嗆警喔 他是罵警察什麼東西 你說這個人嗎 他沒有啦 他就是 他這個人也沒什麼囂張啊 他就是問A答B問B答A啊 就嚇幾八亂講啊 反正他說 反正他精神一場 對 他也沒有什麼嗆啦 沒有啦 那就你了解說 當時他五月份來面試的時候 有跟這個面試的主管發生口罩了 沒有 就是一個很怪的人 你看一個很怪的人 認不認得出來 你應該認得出來吧 就是一個很怪的人 對 就像你現在問我 我跟你講 雞腿飯好吃 就很怪啊 就怪怪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不錄取嘛 就超怪的這樣子 我想獲得測不是 在這個旅行 旅行 其實千萬了 這兩個現在 很囂張